大家好,我是卓老师 皇帝内经说 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初焉 我们从出生开始 心脏就不停的运作 所以我们要保养好心脏 心脏才能更好的运作 才能更好的和其他脏腑相互协调 今天给大家介绍 三个养护心脏的穴位 只要我们有空的时候 多按一按,游一游 可以安定心神 清新去火,保护心脏 第一个穴位 瓜是心穴 心穴在我们手背上 低爱掌骨 摇侧 是我们的心脏投影区 就在这里 找到位置 先瓜是十少 然后我们在这里 仔细寻找疼痛敏感点 这个疼痛敏感点 就是我们的心血 我已经找到我的心血 就在这里 找到心血 垂直点按 一压一松 为一次 左右心血 各点按 三分钟 第二个穴位 是劳工穴 劳工穴位于我们手掌 叫劳工穴的方法 也非常简单 把手握拳 中指 锁指的位置 就是劳工穴 找到位置 我们可以用手指 也可以用工具 压住劳工穴 然后水卷 按摇劳工穴 五分钟 这样按摩劳工穴 有清新去火 开窍醒神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内关穴 它位于我们手腕横纹上 这里是手腕横纹 手腕横纹上两寸 也就是三个手指 在两斤之间的位置 就是内关穴 内关穴是我们心神的位置 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这个穴位的按摩时间 可以长一些 每次十分钟左右 好 以上的三个穴位 都可以随时随地按摩 每天两到三次 能安定心神 养心护心 夏天失眠多梦的人 多按摩这三个穴位 也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好 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